民进党当局出一股吹台独去中国化的目的 罔顾岛内各界强烈反对 执意的推行所谓的教改政策和台独克刚 刻意歪曲中国历史 妄图割裂两岸的文化连结 这不仅造成台湾青年一代历史记忆混淆和国家认同扭曲 也让台湾同胞在精神上文化上 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更进一步破坏两岸关系加剧两岸民意对立 祸害无穷 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 鼠点望主的恶劣行径 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制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 接受中华文化教育 了解民族历史 使台湾同胞升回中华儿女的权利 理应得到保障 我们希望台湾同胞都能够成为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传承者 弘扬者 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认同感 荣誉感 也希望台湾同胞来大陆 寻找自己的文化和血缘的根 补上在台湾没有上的课